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真的是疗愈系铁汉歌手照传的柔情嗓音吗 让我们再听听 原来是好友郭子前今天特别来为许久不见的照传友情发声 回味多年为在台湾开唱的照传 这次不但要在北中两地联办两场名为肇事传歌的演唱会 还要选出新生代小小鸟跟他同台飙唱 经过20年之后 因为也有可能 经过20年之后你练习就不知道别讲了 20年之后应该也有人也练过 可以练到这个 还是20年之后你依然是小小鸟 我是不知道什么 歌笔是小小鸟 歌笔是小小鸟 喔有这个活动的 对对对对 有事情讲 除了这个之外 这个因为如果我只能上台唱歌 也没什么意思 喔 不但可以跟我一起上台唱歌 可以拿到十万块钱 十万块 真的喔 你讲的喔 对 那我今天干嘛来主持呢 我就那一天到现场会 跟你标这首歌就好了 对不对 你还是有机会 我还是有机会的 对 对于好友郭子前的友情现身 赵船则说 船哥刚刚说郭哥模仿得很像 那你觉得他唱歌是有丑话你 还是觉得 其实郭哥我们不是好朋友 然后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就是 也是今天有这个机会一起 剧一剧这样 然后他唱的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对 就是用开心来形容 对对对 不是好听 他自己觉得好听就好了 哈哈哈 台湾型包剧的李冠燕采访报导 然后让你发声 什么地方 别忘了